哇,很少跟Walker做的 你不是先說玩具TV嗎? 玩具TV,第十一季,十一集 不知道第幾集 很少跟Walker 不是多,但是有的,比較少 因為我們喜歡的東西其實不是很重疊 顧著我嗎? 顧著你 一個是你們同重疊的就是女人 什麼啊? 你不對 好,廢話少說了 復仇者,復仇者 這部電影的主要角色都差不多出現 是的,這部電影最初是Hot Toi推出他 所以原來他的氣氛也有在 是的,而且他在Guardians的故事 去到Aventures 他的性格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搶戲 最初打算是一個配角的Carrie Fair 也有幾關鍵性的作用 到最後他比他姐姐的氣氛更加多 真人挺漂亮的 是的,很可愛的 而且他其實做了很多喜劇 其中一套喜劇裡面是有全裸演出的 果然會遮蓋部位 果然逃不出Walker的發眼 這些東西我會新鮮事出的幫大家搜羅這些資訊 好,我們馬上就開解他 開解吧 開解這個盒子 我這樣開會有點暴力 你已經暴力了 不好意思,看不到 好了,目測新高 因為這個女演員好像有1.8-1.9 很高的 我講的公仔 他近乎很高的 這裏我們暫時沒有比較 不知道他有沒有做回家姐 會否要高回他1個頭以上 才會跟隨故事 但不知道他有沒有跟隨 好了,現在是Close-up的時間 這個我覺得是SHF比較心想做的 看上去整個是人形出來 我經常都很重視 玩公仔的模型 如果人像機械人,機械人像人 我最支持不到 這個人形做得不錯 因為我們暫時沒有擺姿勢 所以不算是很漂亮 待會我們找Lokker親自擺姿勢 就知道這個女生是否能夠女性化 其實不用靠我 看看Boxer後面的姿勢已經擺得很漂亮 身形也不錯 很柳 對,做得很女性化 小小巴門龍虎 擺姿勢最重要是會擺姿勢 擺姿勢就差很遠 有時我們看到師兄和師弟拍攝時 擺姿勢時擺姿勢便很難 算是很大風 對,我們看到冷氣的位置 真的很大風 擺姿勢當然是很難站的 不要緊,要用手扶著 因為這些1比12公仔 女仔尤其是接觸面比較少 始終沒有腳架 阿滴很快手兼擺姿勢 我沒有人拍出來 像我女子 推前一點,看看衣服的紋理 再拍近一點頭雕 做得挺好的頭雕 雖然她沒有真人的皮膚 她最近接下來的幾隻 我剛剛在秋葉原BANDAI的顯示 我看到紅綠毛的XHF的展示物 比拍照好很多 我嘗試拍攝時 不知為何燈光的關係拍不到 但實物的紅綠毛很漂亮 以XHF來說的樣子絕對是不錯 她的眼睛可能比較大 因為她的角色也是像戴眼睛一樣 想做過機械人的感覺 我看上去好像卡通一樣 但也不難似 因為她是藍色 她看到兩個頭的表情是怎樣 很接近 很接近 一隻眼睛向上看一邊 另一隻眼睛看正面 這也是BANDAI的一貫折劍技能 這件事一直令我失望 她的所謂給多個表情 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眼望左望右 尤其是真人頭雕 動畫及角色的頭雕 會比較好 起碼多個頭雕 另外有兩件兵器 這支是甚麼 這支是近日新聞都會看到的東西 另外有一支槍 看看能否拍到黑底 這支是很細節的 都是很細節的 她做得她的身材挺好的 尤其是屁股 很多時候BANDAI 甚至FIGMA 甚至MEDICOM的1比6 屁股是扁了 無論是男女角也會 甚至HOTTONCENT也會 就是衣服 因為整個人的 站出來像不像一個人 尤其是西人 早期的POTTOI 男性的素體 尤其是屁股比較扁 我應該是Civil War的美國隊長 屁股是圓的 Civil War開始 同一動作 因為太低 加上東西有重量 HOTTOI HOTTOI Civil War 當時是美國隊長 拖勁完全沒有了 男人身形經有的 美國的S 美國的S 是沒有了 但現在這個屁股是非常適中的 不會太大 可能他們做雕刻就怕太大肉酸 刻意縮小了 所以有時候縮得太厲害 之前HALLE QUEEN也出得挺厲害 是 HOTTOI 還是BANDAI 這是各局的賣點 其實HALLE QUEEN要注意 大腿做粗 不要太幼 太美形 看下擺姿勢 我想都沒有什麼 飛起身的 那些 都沒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他沒有長頭髮阻礙 也沒有披肩 一比十二的死穴 他沒有任何多餘的布料 這些玩可動figure 尤其是一個動作型的角色是很好玩的 你看他又不是很複雜 但又 他給予足夠的可動 整個外形設定可以做足 原來他有機械臂 看看他左手的機械臂 你剛剛說擺姿勢貼士 我厚恨的兩個 擺姿勢拍照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當我沒話說話說 如果你想擺動感姿勢 記得肩膀和臉部位的骨位 永遠都是大交叉 左邊肩膀向前 右邊臉部位向前 這樣就會擺姿勢 因為人要平衡的關係 譬如跑步一定是左手向前 右腳向前 左腳向後 當然是動感時 跑步急速行 打架 這樣就會像是在動 有些特定性感的姿勢 可能是左肩膀 左手左腳 也會不奇怪 例如站在這裏 不過這個比例較難買 可以擺一個Saturday Night Fever 例如你站在腰上 插腰上 不過是,女性動作是要花一點時間 對著她 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擺姿勢 其實可以擺姿勢 可以擺姿勢 即是可以擺姿勢 例如這樣 我沒有看過 我猜到而已 我先看看 我擺姿勢 那裏切姿勢 擺姿勢 我擺姿勢 即是一個人站的時候 骨架 譬如你把重心放在一隻腳 譬如你的重心腳是右腳 那你右邊的蝦 自然會向上提升 那你左邊的肩膀 自然會以一個交叉的形態 即是如果你右邊的蝦 上去 那你右邊的肩膀 就會落 而重心 通常來說 頭和重心腳 是近乎成直線 那你才能站穩 那你就擺姿勢 擺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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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擺姿勢 果然學掃描 學掃描 會方便 是的 所以有用的東西 我就不懂 沒有用的東西 即是默認了 是嗎 以前是 真的 真的 方便一點 教你擺姿勢 拍照也是 絕對 有一隻手 是成圈形 我相信是擺姿勢 但擺姿勢 擺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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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擺姿勢 這瘦 我只是擺姿勢 擺姿勢 只擺姿勢 買 ном 这个好处是可以换出,客人可以改良版 正面来说越出越漂亮,有些师兄买一款 见到另一个版本出时就会觉得错了 但这个是旅见不鲜的 但这个是生产节奏时,改到某一天就要停 不可以再去 枪也是持续的,两样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scrub是挺好的 分件那里看它怎样分,这里我不特别给意见 它也是很classic的 可以再漂亮,因为hip那里有点问题 它这个做法,因为我老婆玩XHF那些怪兽 它很多时候都用这个做法 譬如Figma多了一个分 就是在屁股的位置和大腿上多了一分 是不是真的对可动性很大帮助呢? 其实也是,但是在外观上就会多了一截 一个这么深色的地方就不算很呆硬 譬如这些时候都会穿崩 但是我觉得以这种可动的战士 你都会要求他放很多激烈的姿势 我就不会太介意他会一分一分 当然如果是一个伴裸的美女 是有很多肉的 那就不要看了 所以真的要看回每个的造型 我见其实几个公司都有分开做的 每次的分件都不同 刚才你说的一个 因为这里会补了个洞 如果你不补了一部分 其实那个关节的虚位很大 整个击位也很大 看看后面 这里真的有两个 可以的 整个新的细节的衣服 那些比较太空装的 那些细纹 它全部都有伴出的 这个系列 都算是SHF现在越来越进步 其中一个系列是人氧 很多人氧都很收货 应该没问题 除了队长 除了队长 那些大家用其他的途径 找一些配件来配上去 完全是不明白的 队长那个是趕着一套戏出 盾牌又没有 Tonnie Stark也是坊间的配件 虽然是没有版权 但都是灰色地带 容许的东西 那些头雕都出得很漂亮 暂时这两个主要角色 就是找外援 但其他角色的头雕 都是收货 这个整体是不错的 是OK的 好了 今集到这里了 谢谢Walker Thank you Bye Bye Walk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